谢谢 下一棒 宋哥了 我其实就是 的梦想 身上没钱会很紧张的那种人 都是 会很没安全感 对 当妈妈 尤其当妈妈之后会更严重 前面那两个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我都很舍不得买包包 因为就觉得钱应该要留着 可能有需要 小孩有需要 你就妈妈就一定就是那种妈妈心 然后我老公又正好是一个 超级无体钢铁直男 他就是你生日的时候 他完全不送你 一枝花也不会送给你 他就只跟你说 生日快乐 就这样子就轻描淡写就过了 然后因为我自己的 当妈妈之后 你想说可以用这招 不错 那太直 太直 有点过直 那像我就明白我老公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辛苦的过程其实是我小孩 从头到尾 我感觉就带骨枪 他也会老出来 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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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当时 然后因为我都没有请保姆 就完全就是自己带 轻带 我就一路这样两个带到 两个 我都自己亲手带这样子 然后我大女儿是一个就是 不知道怎么搞 就是很清欢的那种女儿 你知道吗 他是每三个小时半夜他也会突然大哭 他就是要喝奶 然后这样子持续将近两年 就是我等于几乎都没啥睡觉 因为每三小时你就要重新操作一边这样 泡奶什么的 然后一直到小孩好像 第一年照顾完我觉得好痛苦 就是老公一次出差工作 可能出国他就三四十天不在 就变成都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生日快到了我就想说 好 我今年一定要帮自己买一点什么 以前都舍不得买包包 然后我一直记得那一天 我是小孩差点家这样子 就走走走走去香奈儿 然后我就说 我想要四杯这个包包 然后店员就拿下来 然后我就这样一杯 然后店员就说 刚好你的身高就适合他 对 然后一听到这句话 我说不要吧 没有 现在就要 然后就抱一抱回家 可是对不起 他真的 我觉得真的好重 其实自己背完 有的时候这边都会有压痕什么的 有穿 陷进去 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包包先成风 然后过了几年我就想说 好 我都不要用它也没关系 因为可以留给女儿 女儿用就好 以后他们买 因为反正经典款也不会退流行 对 那我想说 忘记还有二年 人要公平 对 所以呢 我就去又买了一个 那这个 这个比较小 没有错 但是 比较实用 对 就是以后他们两个 如果想要大的你就可以 想要小的也OK 交换使用 反正都女生用的 那也OK 而且这非常经典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的梦想就是 帮自己买一个好一点的包包 然后可以一直永续地使用它 理性交换 就对我来讲是觉得很值得 看妈妈买东西还要想买 想买 太传承 我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好 因为反正结婚之后 你就当妈妈其实真的 好重 你越讲越飞行 你越想到你了吗 妈妈讲得不容易 好可怕 好可怕